最近好多人都在说这种梦香兰 其实它就是一个杂交的兰花 叫做文心兰 小齐之前养了一颗文心兰 叫做跳舞兰 当时开花就像舞女一样 现在长得也非常的不错 它养护非常的简单 好多话有这样说那样说 你看这个东西换盆一定要记住 换盆非常的简单 首先要把它的水苔全部给它去掉 一点水苔也不要保留着 然后给它配土的话 我们一定要配置好的土壤 因为它属于负生类的 它喜欢湿度大 所以说我们配土在里边加上花生壳 加上草碳土的颗粒 如果您没有的话 可以加上点小桃栗 麦凡石之类的 这样调皮起来的土壤 才是最疏松最透气的土壤 最适合它生长的土壤 配好土以后给它浇上水 浇水的时候 别忘了给它加上点生根液 能够促及它快速的长根 这样它也不会说出现问题 之后把它放到一个散射光的环境中 不要去曝晒 不要去曝晒 然后盆土土表干了 及时的给它浇出水 保证一定的通风度 它该开花开花 该长叶片长叶片 等花开败了以后 会快速的长芽 小琪的那一颗文心兰 跳舞兰 它现在就在不断的往外冒芽 非常好养 记住不要曝晒 湿度要足够大 土壤要透气性好 这就是养文心兰的方法 您学会了吗 喜欢也可以购买 按照小琪说的方法去栽培 绝对能够养好它